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剛才我們說到署名桑伏之死神 我也認為他是中二病的人 在這裏恐嚇 真是取消了 阿嘉你講一下資料是 到底有什麼區域取消 你不如分享一下資料 其實就好像你剛才說10月13日東京會場有一個活動 這個取消了 另外10月15日 騰卷中進的武校去不單止大學 今天讀了中學 也收到一些恐嚇信 報告名字吧 東京都立的滬山高等學校就是他中學 接著在哪裏收到 其實直到10月尾 其實黑子籃球還有一些電台節目 每天放鬆 其實他們都準備播放黑子籃球的動畫 其實他們在這幾個單位都收到一些 喪伏之死神寄許的恐嚇信 類似的東西 咦 看看還有沒有什麼線 還有一個 先說完再繼續 還有一些什麼地方收到 你所知道 看看這個東京都 後來警方去找這些信 當然信是寄出來的 有郵票寄出來 警方找到的線索是到底在哪裏寄出這些恐嚇信 其實我看這宗新聞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疑犯是真的很有時間 沒有空間 因為他在不同的地方寄一些信 其實又是東京 又是大阪 其實在不同的地方 正如我們 老實說 如果寄信 銅鑼灣仔寄就容易 東京大阪 大佬 新幹線都要乘三個小時 駕車差不多七個小時 可以兩邊寄信 當然有一個想法 就是會不會不止一個人 喪伏之死神之一 喪伏之死神二 會不會有兩個 當然很多專家去猜測 不要理會了 我們未知一個 兩個 三個 跟著阿佳 本身還有些什麼是取消呢 其實在那時候 其實大阪有一個同仁活動 其實是同仁活動 我相信大家都好像同仁 類似一些愛好者 根據這些作品 去畫一些漫畫 所謂的同仁活動 同仁活動 其實都收到這些恐嚇信 說不可以有任何黑子籃球的作品 即是相關都不讓他擺 擺身又要脅他 用刀 用槍 用劉花卿 同仁活動 同仁活動 知不知道黑子籃球 同仁活動 有些是屬於什麼同仁 你知道嗎 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其實黑子籃球 但我不清楚 其實主要都是在BL 沒錯 據我所知 它曾經在BL 漫畫類似日本有統計 其實好像黑子籃球 同仁的數量 曾經是第三大 沒錯 這件事也跟整個事件有關 整個事件的起因 都是跟這件事有關 突然發現了 同仁的BL 什麼叫BL Boys Love 都不明白 自己搜尋一下 我們幫不了你 因為這個節目是講犯罪事件 不是解構BL 好 繼續 同仁的活動 又收到信 又取消了 其實郭若屋以區域來的 東京固然收到 還有什麼區域收到 你所知 明古屋 福江 其實這些 我據我所知 真的很多地方 不單止是東京的中心 很多地方都收到 所有有活動 他都會寄去 他很熟悉黑子籃球 對 他完全知道 全國際霸 他知道 總之黑子籃球去到哪裡 這個人就恐嚇到哪裡 這套東西有沒有女主角 有個 我看到 首先 她的教練 是一個女學生 我剛看過一集 有一個超巨語的女角色出場 是主角黑子前經理人 我記得還有一隻狗 這裏我還沒看到 我看到另外有一個女角 就是她以前 她有一個奇蹟一代 奇蹟世代 她有一個隊友 她有一個青梅竹馬 其實有兩個 我暫時看到兩個 一個巨語 一個憑語 我不知道 我具語的那個 不知道是不是 是嗎 我真的不知道 不要緊 大家有時間再研究這套作品 回到後來講 全國際霸 這個犯人在講 明古屋 福江 東京的事件 結果是 福江的事件 甚至是 除了恐嚇信 收到一輩子的液體 相信可以液氣化 變成流化氫 接著跳下去 大家有沒有掌握到 2012年11月 12月那堆停了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給你 我這樣說 在Jump Festa 2013年的會場 在莫章的會場 都是收到 所以又是中止 習兵社就說 以安全為理由 就很中止 跳給你 12月29至31日 那個招呼有沒有掌握到 我想問你 都是東京舉行的 一個同仁治 還是 還是我太重複 找我太重複了 我已經沒有給你知道 就叫做Comic Market 83 就說裡面關於 黑子蘭球的同仁治及所有商品 一定要中止發賣 又是對人不利 結果又是投書記 害怕他 一直下去的時候 剛剛那個活動這麼重要 也停了 好了 到了跳跳 有一個轉捏點 不是轉捏點 突破性的改變 2013年1月 在Channel2裡面 就發現有人留言 你應該有資料可以看到 其實到了1月的時候 Channel2 也有網民留言 但這次他的網名 就不再是桑復之死神了 其實這次變成 怪人801面相 也是中意的 我知道 不是中意 是中意病的 也會很中意 不如考你 你知道的 怪人801面相 怪人什麼面相 其實這件事是怎樣的 其實都是怪人 因為日本有個故事 叫怪人20面相 其實就是 我相信他也在這裡改回來了 但他就多人來很多倍 是一個元祖的推理小說 而且這種恐嚇手法 亦都像一件 我未講過 但在日本很出名 在這個節目未講過 就叫做 心詠固力果恐嚇勒索事件 亦都是用這些 多少面相來恐嚇 我想問大家 回來這裡 喪復之死神 和怪人801面相 他自稱是甚麼關係 他們自稱是友人 是朋友 是朋友 他在Channel 2上 亦都是做一些 叫做犯罪聲明的事情 其實都是說 不可以 所有的同仁會場 都不可以有 黑子藍球的作品 不需要具體說 切切 內容不堂 但每次都恐嚇 總之你不要搞 搞了 總之你可能會威脅到 其他人參加者的性命 可以這樣說 結果有多少個會場 這次有甚麼會場要取消 你將不將得到